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今次和你讨论的话题对法师有些帮助 问题是什么呢 我想问 音氧系统是否贵的才能听 便宜的是不值得听 这个是未必的 因为一件产品的售价有很多因素的影响 贵的有一方面是研发过程 或者用原件有多好 产品的布局 例如放大器局布局 料点排法 这会影响到实质的售价 所以如果这样看价钱 而判断器材是否可以 这是不可靠的 那不是只是计料的吗 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我们曾经接触过好几个品牌 不要说牌子了 这几个品牌呢 它们所用的那些材料 尝试 一打开盖子 看得很漂亮 但原来有几位电子的高手 很多时候厂家为了要显示原件有多上乘 那将布局改造 令到那些元件渐渐看到 一看它就会赞叹配服 但是问题是原来原件是 放在不应该放的地方 那变成了根本不能达到目的 因为料是漂亮 但可能声音是不行的 因为布局也有影响的 即是说零件方面 好不好 只不过其中一个因素 就不是全部 而且要正确去使用 因为用上乘的元件 只能保证到品质维持不变 但如果布局不好 设计不好的时候 可能这件产品 用30年都是一样 都是这样的 这也是同意的 因为我觉得今天来说 音响这件事 能够永远在这个市场上生存 不需要说什么牌子 能够生存的 一定有它的优点 或者它的特色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就是Hifi来说 除了它的客观性好不好之外 还有那种声音 是不是受到法师傅的欢迎 是不是 如果你是说 它做得 不是说真的太好 但是它能够达到某个目的 就是能够令到那些法师傅开心 它也有一个存在的价值 这个我不否认 但问题是 声音好不好 不是全部主观的 也有客观的因素 有客观的标准 比如说 有些人 又喜欢听胆肌 特别是老式的胆肌 播放特例军的声音 可能会变成了 好像蔡琴 原来蔡琴的声音 很有磁性 有些人喜欢那把声音 那时候 他觉得这样是好 但是实际上 他将两把人的声音搞乱了 这不符合HIFI的原则 HIFI的意义 很多人被人说 HIFIDELITY 即是高度传真 或者国内人所说的高度真 但是如果你把 鄧麗君把声音 变成像蔡琴那样的味道 那已经不符合HIFI的话题 因为实际上是 因为实际上是 有些系统 将把比较蔡琴的声音 调回转头 变成了鄧麗君那种声音 也有的 那他用来好听 其实 他们有些东西搞错了 你每一样东西 可能捏得好像很清晰 其实呢 是不见了很多细节 就是等于我们看 这个早期的LED 不是 LCD LCD 的电视 好像很清晰 但是没有细节 就是说 根本上解像是不够 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你的线条明朗 但是里面的细节其实是没有了 那是一个错误的追求方向 这个Approach 是不正确的 但是问题是 有很多人始终会觉得 听音乐的习惯 不可能人是一样的 对于声音的表现 那种追求是一样的 但是我希望呢 就带来一个讯息 如果你想 你的器材 能够出得好的声音 一个标准的声音 你要多些去 听一些演奏会 演唱会的实况 最重要记住 不要经过 坐音的设备 放出来的声音 才能够做得准 那有个问题 有些法师会问 喂 你在文化中心 和大会堂听 都不同声音 那又怎样有一个标准呢 虽然两个场地 的声音效应 不一样 但是都是真声 全世界有两个演奏 听的效应 是完全一样的 是没有的 但我幸好在欧洲和英国 很多音乐厅都在欣赏 这只是你 不是每个 这都是我们的追求目标 因为以前我们初入行的时候 老板说 听实况演唱的演奏会 未经过放大 这才是一个标准的尺度 如果你连真的声音都没听过 你怎么知道这些声音 好不好 如何判断 比如说 你连小提琴 是什么声音都没听过 特别很多 HIFI法书人 他们常常把大提琴 和中提琴混乱了 因为他们没有看过 图人没见过 又没有在实地看过 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 那你怎样去判断音色 对不对 小提琴和二胡混乱都有 我都遇见过 是的 看过 一点不奇怪 说起 陈师傅 我第一次认识你 都在说 我在读书的年代 那时你已经 不要说这么大 十年了 可以吗 哈哈 我们那时穿效服 都是来到你们的店 看你说的唱盘唱臂 所以唱盘唱臂 就要找陈师傅 在这方面 大家去交流一下 再说回头 因为整个音量系统 便宜的东西 其实我们应该如何欣赏 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 或者如何令到好声音呢 这件事 你可能会考虑 因为我在七十年代 中期 玩很高的音量 其他东西 我也不知怎样可以去说 但有些东西 很容易可以分辨到 当你一套器材 不管是便宜还是便宜 它整体的声音 是很平衡的 因为不会说 某个频段 特别标青 好像有人说 中音准 高音条 低音劲 这些东西 就是很荒谬的说法 这些东西 是怎么说的 是不懂音响才说的 同事长提到 当我重播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音场 你听得到 比如幻想的喇叭中间有个舞台 你根本可以听得到 每一个音像 大概在什么位置 而那个声音 不像是一个喇叭 已经达到一个好声的要求 这些是一次过录的 一种现场的布局 但问题是 有些是浪漫室的 它是multi tracking 可能是做出来的 那些位置 没错 那怎么去看这件事呢 其实很容易 只要你能够听到一个透视度 很合理的 那些 每一个音像 都会很清晰 听到在什么位置 还有 还有 最重要的 音场 不能够大 那间屋 因为有很多法师 说 那一套器材 出的声音是穿墙破壁 无论你的音乐厅 多大 例如用了三千人 你都是音乐厅 你不会有声音 比整个音乐厅 这不可能 其实我的看法就是 在一间房间里面 你将整个音乐厅 浓缩了 在一个小的地方里面 没错 全部都在里面出现 只不过是将现场 缩细了 这样的意思 还有就是提到音场 有些人 他们以为只要声音离开了喇叭 听不到喇叭响 就可以了 原来这个观点 也是错的 因为原来 一个完整的音场是什么呢 就是应该 两个喇叭的两侧 喇叭的前面 Wavefront 和喇叭的后面 有声音 不可能 譬如我现在跟你聊天 我的声音 就在后面四尺出来 对不对 是不对的 也有些情况 是的 帝女花也不是 在音箱里面出来的 这些是比较特别的 但是正常 是如你所说 应该是平均散步出来 有前有后 有左右有 有高又有低 那就是一个什么 我觉得这样 如果你说 贵价系统和平价系统 是不是其实都应该是 这个选择的方向去走呢 我认为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更加好些 没错 一个没那么好 音场的表现是一个 是决定性的因素 那气材很不好 就是看音场 就不是看音色 因为音色 每一个人的认知都不一样 而且你演不同的音乐 也有少少音色不同 没错 即是说 我们无论买贵的系统 用贵的系统 或者用便宜的系统 我们的方向都是基本不变的 没错 我们的分辨方式都是一样 即是说 平衡度 我们首先是追求的 就是平衡度 没错 并不是说 高音多少 中音多少 这些整体的东西 拆散了 就是剁开分件做 其实就是 那个方向是不正确的 因为音乐的表现 其实是一个整体的 不是片面的 表达出来 好了 我想今天我们谈到这里 都差不多了 对吧 如果有多些时间 我们可以再 讨论一下 交流 不要说谁教谁 那你是前辈 我认识了你十几年 好了 今天暂时就这样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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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